到了这里就是纽约韩国人社区的一个广场 有名的韩亚龙超市就在里面 我也是吃泡菜长大的人 泡菜的精髓就在于一个泡子 是把各种食材用低盐水浸泡在泡菜坛子里面 密封发酵 而我们平时吃到的韩国泡菜呢 是经过盐巴腌制之后再抹上各种不停的酱料进行提味 只能算是酱菜或者腌菜 在国内四川家家夫妇都有泡菜坛子 巴蜀地区有句俗话 嫁妆没泡菜 女儿男排头 在国内很多地区传家宝就是泡菜坛子 川渝地区的民间俗语常说 江开胃涮打毒 泡菜吃了撞筋骨 到了 前面就是这个超市最神圣的区域 泡菜专柜 这里放着韩国人的蔬菜之王大白菜 泡菜专柜的上面用韩文英文中文写着千年的味道 千年的泡菜 大家仔细看 言归正传 泡菜起源于哪里呢 是我们中国 在三千一百多年前的商代武丁时期 我国劳动人民就能用盐来自煤烹饪用 腌制工艺早在诗经中就有记载 田中有炉 姜肠有瓜 四拨四猪 现枝皇祖 北魏的甲丝鞋 奇迷要素一书中就有制作泡菜的叙述 大家看韩国超市泡菜的价格 真是洛阳紫贵呀 一袋泡菜的价格都可以买两只鸡来吃了 在美国 韩国人是每天吃泡菜顿顿吃泡菜 感觉他们怎么都吃不腻 也难怪我们都吃了三千多年了 他们才吃了一千多年 声明一下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那来看一下韩国人腌制泡菜用的辣椒 是哪里制造的呢 原产地是哪里呢 我带大家来看一下 随便拿一袋腌制泡菜的辣椒面 后面的产地都写着中国 其实每年韩国进口的泡菜 90%都是中国生产的 他们进口的大白菜 也是咱们山东省生产的 这些都是事实 我没有在这里浮边乱造 感谢大家的观看 请订阅一下 支持一下打工妹赞友员 这里祝你们事业发达 身体健康 万事吉祥 谢谢大家